大家好,我是王秦光医师 今天要跟大家来聊一下 要怎样才能够激发人体 产生天然的抗发炎物资BHB呢? 大家应该都知道 发炎会引起非常非常多的疾病 几乎大部分的疾病都是跟发炎有关 好像是过敏、智力神经失调 还有脑神经发炎、失眠多末 还有代谢症候群 比方说糖尿病、高血压 还有免疫系统叛变 包括红半性狼藏、泪风湿、甚至癌症 其实治疗疾病的大原则都是抗发炎 那么抗发炎通常都是用药物 我们叫做治标 抗发炎的药物有两种 一种叫做泪固醇 一种叫做非泪固醇 非泪固醇就是好像普拿藤、阿斯巴林、Volene 大概有几百几千种 那我们做自然医学的人 就主张尽量不要用药物 我们是要激发人体 自己合成能够抗发炎的物质 也就是说利用脂肪酸 合成VHP抗发炎的这个酮体 要怎样才能够让我们的身体 自己产生这个VHP抗发炎物质呢 其实就是要由饮食做起 就是说我们吃东西的时候 碳水化合物不能超过能量的50% 那你油脂呢 好油要吃到占40% 因为这个好油它就会经过肝脏 把它代谢成酮体 就是我们讲的VHP、ACAC跟ACOM三种 那么这个VHP呢 它占最大量占78% 它可以阻断NLRP3发炎体 所诱发的发炎反应 它自己也是一个很好的燃料 它就可以产生比较少的酸 比较少的自由基 它比葡萄糖好很多 如果你是一个很喜欢吃 碳水化合物、淀粉的人 你可能就有麻烦了 因为米饭、面食、水果、馒头、包子、 地瓜、马铃薯这些 你吃的太多的话 油脂吃太少的话 你身体通常就不会产生 抗发炎BHP物质 一个有燃烧脂肪 产生BHP抗发炎同体的人 它血液里面的同体就会比较高 可以到0.5到3左右 我们叫做营养性血同化 叫良性血同化 一个人如果他一直吃淀粉 一直吃淀粉 葡萄糖以代谢为主 它的那个同体就会很低 可能会在0.1以下 我本身吃严格的断糖生酮饮食 我身体里面的这个能量来源 就是以同体 以脂肪为主 我淀粉吃的非常非常的少 几乎是完全不吃 我们来解释这个图 是什么意思呢 上面那个50是10 长糖生酮饮食 它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一个人 如果你吃的淀粉 碳水和合物占能量来源的50% 脂肪占40% 蛋白质占10%的话 你就有开始生酮了 那如果你身体已经有什么毛病的话 你就可以吃低糖 就低糖饮食 低糖的话 糖就是占40以下 10以上 那么如果你身体已经产生一些什么 像前面讲的重大的毛病 你就要吃断糖生酮饮食 断糖就是米饭面食水果 地瓜马铃薯都不吃 这样 那到底要怎么样选择 你自己可以斟酌看 这样 我们常听说 古人讲过 什么药食同盐 过午不食 壁骨 间歇性断食 这个到底在讲什么呢 其实这个讲的都是正确的 因为像前面讲的 你的碳水化合物不能吃太多 油脂要吃到够 不是低脂 低脂是绝对的错误 还有过午不食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你过了中午你就不吃东西 那么你身体里面的碳水化合物 葡萄糖用一用就没有了 没有了怎么办 就要烧铜嘛 就开始抗发炎了 还有壁骨的意思 骨就是骨类嘛 淀粉一段时间不吃 其实对人体是很好的 还有就是间歇性断食 我们叫intermittent fasting 就是说你可能一餐不吃 两餐不吃 一天不吃 两天不吃 三天不吃 那么你身体就一直在生疼 生疼 生疼 所以说 这个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方式 以前我们都看不懂 以为这个古人乱讲 事实上 他们是非常有智慧的 如果大家对我前面所讲的认同 同时身体力行去做的话 那么你的身体就会自然而然的产生这个天然的抗发炎物质 BHB同体 这样就可以做自己身体的主人 保持健康 或者恢复健康 谢谢